重金取心 取的是完毕之身 八抬大秀 抬的是大家闺秀 明媒正取 取的是贤良淑德 三媒六聘 聘的是知书达理 回家问问你对象 他认其中哪几样 盘点那些女人口中的天价彩礼 场面一 你们俩结婚 彩礼给多少 我妈说了 彩礼给个三十万 三斤呢 十万 改口费五万 一起加起来 也就四十多万吧 还有什么吗 还有 对了 我妈说 最少得买个房 房子呢 必须写我的名字 就算对我有个保障吧 还有吧 没了吧 还有什么吗 还有 我妈说我年龄还小 不适合结婚 她说 以前他们结婚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是旧的 但是媳妇是新的 现在到我结婚 所有东西都要新的 但是媳妇是旧的 一个二手货 腰权挺高的 有个雷仔零和牺牲品的大高 场面二 你等一下 别说了 五十万彩礼 一分都不能少 可我现在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啊 那我不管 没有五十万 别想娶我 喂 你给他便宜点儿 你是干嘛的 结婚那彩礼哪有还价的 你就给他便宜点儿呗 人家也是成心想娶你 你说这人话吗 你当时做生意的 还讨价滚下的 你都已经名网标价了 怎么不是做生意的 你应该把价格定低一点 不然谁能娶得起你啊 我要来彩礼怎么了 重金取信 从古之今就这个传统 你取不起 是那么轻 你可拉到我你 重金取信 人家取的是完毕之身 八抬大叫抬的是大家闺秀 你是吗 我 明媒正举 人家取的是贤良数得 三数六辟 聘的是知数达理 就你也配 还天然脸管人要五十万 你 你把头给我抬起来 为了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你都成什么样了 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不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 如果他在乎你 会这样为难你吗 为了一个不重要的人 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老费 来我问你 我爸妈要的那两百万彩礼 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 还有那栋别墅 这两个你都没有那种实到位 你要我拿什么给你结婚 你要我怎么给你结婚 我休息上班的 我爸妈就是退休工人 你让我怎么拿 让我怎么拿 我爸妈说了 这两百万彩礼 一分钱都不能少 你就不能为了我 满足一下他们吗 对 我为了你 我拿着我爸妈心意哭 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是吧 我为了你 他们还活吗 为了我就不行了吗 现在谁结婚不都是车房彩礼币位 我家要两百万彩礼它过分吗 对 不过分 你们家要五百都不多 知道吗 你多懂事了 你办法就是办法 我办法就不是办法 行了 别跟我说这也没有用的 你不想娶我 有的是人想娶我 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点数吗 这是你说的是吧 对 我说的 好 喂 你干嘛呢 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了 我们在一起吧 好 不用 你给我发个位置 我来找你 你什么意思 我曾经以为你是选择最好的女人 她是现在 拜拜 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我不闹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知道吗 我娶的是老婆 而你是来和我谈生意的 我不闹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啥叫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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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闹了 你别错了 我不闹了 你给我吃远的 我爱你 你赶紧来接我吧 我等你啊 不是谁来接你 把话说清楚 谁来接你啊 我朋友 就咱俩先把饭吃完了 我妈还在上面等着呢 我妈 你妈在上面怎么了 你自己上去吃吧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还能不能有点最起码的尊重啊 我能来这顿饭已经是最大的尊重了 你看看你妈今天说那些话 什么意思啊 我妈说什么了啊 你家让我家出八十万台里 房本上还得写你的名字 让你家出点商修费怎么了 我告诉你 八十万我都要少了 你跟我结婚 那下个房子都没有 中修费还要我出 凭什么 咱们本来可以坐下来好好聊啊 是不是 什么都可以去商量的呀 但你今天这个态度 你得让我重新认识你了 你知道吗 不用重新认识了 你看吧 我贴条件你要是满足不了 以后也不用认识了 追我人多的是 满足我条件的人 也不止你一个 那你去 你快去找他们去 不用啊 他要来接我了 还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好几年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啊 被摊吗 随便你怎么想 好 行 那你好自为是吧 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跟你有关系吗 你这车不会是租的吧 我看你是租的车做的多 场面舞 不是 我有那么过分吗 我经常在房板上加上我的名字 你有那么过分吗 那我们家买的房子 凭什么加上你的名字啊 我们家买的房子 你们家出装修前 也不过分吗 那凭什么我们家拿呀 凭什么你 OK 你告诉我啊 你们家风俗是三斤贯 就没有问题 彩礼要一百二十万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给我回多少呀 回六五万 剩下的给我递 给你递是吧 我今天我就明着告诉你 彩礼最多二十万 多一分都不给 不是 你拿我当什么了啊 咱俩在一起三个月了 三个月 你还好意思说呀 三个月 你说给外人 你听人家以为咱俩散婚子等了 谈生意你就谈生意 别整个跟谈恋爱结婚一样 明白吗 我爸妈照顾我们一家人不容易 你知道吗 我还有个弟弟 我照顾照顾他们不应该吗 你爸妈容易 就你有孝心 我爸妈容易 就你有爸妈 我们有爸妈是吧 我觉得我值得 你值得 对 你太值得了 你一个月公司三千块钱 自己喝星巴克都能得喝完 我一个月挣二十万 满足不了你吗 给不了你想要的仪式感吗 你要是有我闺女男朋友一半好 咱俩也不用在这吵 OK 那你怎么不去找她 你去找她呀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有你闺女一半好吗 我觉得我值得 你值得 你值得啥也不是 知道吗 她值得 我想要的就是 你想要的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就是 一个男人 他一个月挣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全给你 还能凭着自己 去买一个一千平大别墅 是这样的男人吗 也没有那么过分吧 我就是想 你就是想干吗 就是想能给你一百二十万台笔 让你今天啥也不用干 是这样吗 你敢给你自己配吗 自己什么条件不知道吗 我不配就你配啊 你今天开这破车 你开这破车你也不先丢人 我今天开这破车 是吧 我发现你们一家人 都看不出我 知道吗 你回去问问你爸妈 问你这帮亲戚朋友 什么叫法拉丽 说我这是破车 你跟我回来 你回来 我打走 一瞬间紧紧拥抱 无助客套 一问天荒 永远不可以凋谢的话 一转面忘了世界 丢了感觉 你回来的世界 在想唱 场面六 在一起四年了嘛 现在要结婚了 但是就是因为彩礼 一直说不到一块 有很多分歧吧 然后前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因为我就提了一嘴 这个彩礼的事嘛 他气得把碗都摔了 喂 老赵明天拍婚姻照 你没忘吧 我没忘啊 不是你还生气呢 彩礼的事我们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八万八吗 这是六万六为啥就不行了 我也给我爸妈说过了 你为啥突然间就变了 不见我们家什么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又刚买过房子 我为什么就不知道替我省点钱呢 我们已经谈了四年了 你为什么非要究竟那两万块钱呢 我是在乎那两万块钱吗 我是 你这样态度我真的太难受了 我什么态度 我爱不爱你你还不知道吗 但是你要跟我计较这么点小事 你觉得有意思吗 老赵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我图过你什么呀 我只不过是想让我父母 他面子上能挂得住 这有多难啊 行了 明天不然把新片拍了 做美丽的感情 炒面区 喂 你搞清楚没有 跟你生活的人是我不是你爸妈 再说了 你爸妈能过几年 对 我姐说的对 就是 好 今天这婚我就不结了 你敢 你敢回婚自财力前就别想要回去 结婚前一天 你女儿和她前代也都睡一起了 逼我抓了个现情 今天这是什么场合 你真敢说这样的话 知道 你们之前从三十万彩礼加到五十万 觉得我好说话就变本家里没有底线 他弟弟结婚跟我有八毛钱关系吗 你 你个不曾提的东西 都说了小范能拿出五十万彩礼 你就和小范断了关系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原来根本不止昨晚的一次 你们还是人吗 小范 要不彩礼还是按原来的三十万吧 你看 伊凡也跟你丑了两年了 也花费了两年的青春 你不能不去与他呀 那我的青春谁买单 范哥 轮度来齐了 婚礼一次可以开始了 让他进来 范总 不管我的事啊 今天这婚结不了 老前夜我都不给面子 我现在就把你们的丑事公布给所有朋友 就让你们身败名利 小范 阿姨求你了 阿姨这么大孙子不能这么丢人哪 伊凡 快求求你老公吧 老公 我错了 我保证我以后都不敢了 范总 你冷静 不行 我今天非得把你们丑事抖出去不可 走开 暂时老公 哎呦 我的财力 我的财力要爆她们 哎 哎 老太太怎么了 妈 你怎么了 你还不赶紧送我妈去呀 爸 我都见了 你还不去我 我们要不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还抱歉 都赔不起 你不是老板吗 结婚这么点钱你都拿不出来 那你还结什么婚呢 公司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我上哪去给你拿一百万呢 怎么还吵架了呢 不是因为我来玩了吧 对不起啊 兄弟 我刚才给员工开了个会 耽误点时间 东哥 你来的正好 你跟我评评理 怎么了 你说我结婚 管他要点彩礼不过分吧 不是不给你 我现在这种情况 我拿啥给你啊 你把你爸妈那套房子卖了 那我们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你等会儿 你的意思是 你让他把他爸妈房子卖了 给你凑的彩礼钱 是啊 兄弟 这次结婚 给点彩礼钱也是应该的 你看 你兄弟都比你名是李吧 但是啊 你们得看他 值不值 你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弟弟结婚 把你爸妈房子卖了 凑成彩礼钱 你愿不愿意 我不愿意 那凭什么我兄弟 就要这么干 那他不是男人吗 男人 就欠你的吗 一月元旦 二月过年 三月女神节 五二年过完你还要过儿童节 这马上就要端午了 是 就清明节没过 还是我花钱带你们全家去旅的游 一年就剩这么几个月了 我直接三百六十五天 我天天给你过节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你给我算这部戏 是不是这个男人啊 不顺你心我就不男人了 不给你买单我就不男人了 咱们俩在一块这几年 你有哪份工作干超过三个月过 不是钱工资低 就是钱工作累 钱有那么好赚吗 我没有梦想吗 我也有追求 但是我都放弃了 因为我得负责任 我得有担当 那些戏无缺秒的东西 我想都不敢讲 我只能每天没日没夜 我加班硬土喝到烂醉 我打心底里 瞧不起自己 低头还要赔笑脸那样 我就为了领导的开戏 才给我加这么一点薪水 因为我知道 人得面对现实 梦想跟生活比起来 一文都不值 为了你 为了你爸妈脸上 那点所谓的面团 车奴房奴各种 都换不来你对我一句的关系 甚至今天是我生日你的话 我也是人 我也需要一个 知冷知热的人 陪我一块努力 而不是每天只知道 伸手就是要 把我当一个买单的工具 我们都是 普通家庭出来的普通人 平时少煮点鸡汤 别去应容那些 根本就不属于你的圈子 因为他们根本给你带不来什么 你只会越陷越深 最后坑的还是你自己 你不是爱花钱吗 以后想花钱自己就 从精神开始 我会停掉你那我所有的 你别这样 你别要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 我给过你机会了 事不是一天做了 心也不是一天尝的 好自为之吧 伤开 不懂我的人 说我抱歉 不爱我的人 场面时 不要呗 你给我站住 你什么意思 我家亲戚都在酒店大厅等着呢 你让我半半脸往哪放 你爱往哪放往哪放 脱嫁带口来了十几号人 全部让我安排 你不觉得过分吗 你想这什么意思啊 我到我女儿这 不就想多玩几天吗 你要是不欢迎可以直说 啊 我要是不欢迎你 我根本就不会去车站接你们 你 听说你们要过来晚两天 我提前请好假去车站接你们 合计着你们大老远过来 我带着你跟孙孙好好的晚两天 可是我一到车站人都傻了 呜呜呜呜从车上下了十几号人 又是这亲戚那亲戚的 我着急忙慌又叫了几个朋友开车过来 可算把人给接到了 我看这么多人 我限定的包间 点了一大桌子菜 我花了几千块钱请你们吃饭 可是一到饭店 你们又显饭店小 又显菜不够硬 你们又干什么 我家人来这吃饭 就吃你点喝你点 你就心疼了是吧 我不心疼 可你们也差不多吧 我嫌家里小 怕招待不足 我特意递几间房间 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可是一到地方呢 你们家那几个亲戚 又显房间小 又显子定了一天 我干脆直接把酒店买下来 让他们住一辈子得了呜 你说什么呢你 给我女儿再提 这两年人情是故 你都不懂啊 人情是故 这两年你家盖房子 她弟弟结婚 大事小事都是我在处理 她半年以来没有工作 天天在家吃了睡睡了吃 都是我在养她 我们好像没结婚吧 我对她够可以了吧 你在这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人情是故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现在还没到结婚哪一步 你就给我翻小茬 我姑娘要是有能力 赚钱买车买房 我还要你干嘛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现在啥也不是 根本满足不了 你们想要的要求 那我还不配 跟她在一起了呗 我女儿那么优秀 长得又那么漂亮 如果她真正想找 找什么样的找不到 还能找到你啊 那你带她去找啊 你 难不成你想让她 用现在的脸蛋 找一个长期的饭票 还是用你那自以为是的小心事 找一个一辈子的鸡碗机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好 现在立刻 马上把酒店的钱给我付了 付不了 不付就分手 那就分 谁离了谁过不了 你是能做我家里的闲内住 还是能做我事业的一把手 你吃我的用我的 是谁给你的勇气 跟我邀不喝溜的 你 不就是分手吗 我同意 家里钥匙给我 干什么 干什么 你想干嘛 房子是我买的 从今往后 你爱住哪住哪 你家人爱住哪住哪 也还不伺候了 上去 最后一个真实人才 赶紧让他滚 我不想再看见他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告诉你 我已经把家里锁换了 你凭什么把锁换了呀 凭什么 你弟弟跟你家里人闹别扭 说出来住几天 行 我把房子借给他 他呢 点了一堆外卖 堆了一个礼拜都没丢 一进去像垃圾场一样 那我是不是 叫保洁来收拾了 是 是收拾了 那怎么你弟弟 跟你爸妈断绝关系了 一住他妈住半年 那是我们俩结婚的婚房 我都没他住的时间长 那咱俩结婚的婚房 我都没在意 你也没说什么 就让他先住着呗 你别跟我说别的 赶紧让他搬走 不可能 你再说一遍 那我弟弟除了弄得乱了点 他也没做什么别的 过分的事啊 黄思统 啥叫过分啊 我把房子钥匙给了 他给他女朋友一把 可以 他怎么还给他朋友一把 那你个当姐夫的 你就不能多担待点啊 我告诉你黄思统 我们俩还没结婚吧 那是我爸妈给我买的婚房 说句好听点的 我是他姐夫 说不好听的 他怎么谁啊 同学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弟弟 但是我是他亲姐 我肯定得护着他 我告诉你 你弟弟但凡为你考虑 一点都不能这样 都说娶妻不娶妇地母啊 黄思统 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 行 这是你嫁给我的彩礼钱 我不要了 分手了 成全你 哎 我给你走错了 我 我 在无人之中 你看着我动于衷 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